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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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又是我! 耶! 小聲一點! 你煩死了! 只是很久沒看到我了! 哈哈哈哈 不錄了!不錄了! 我好不容易把我的聽力恢復! 我又要聾了! 觀眾會懷念這樣的開場 不會好不好! 觀眾不會! 愛吃灰不是重點 因為大家沒有在敲碗愛吃灰 他敲碗的是蘇豪哥! 上次高雄介紹完之後大獲好評 每個人都在那邊講說 希望蘇豪哥可以一直在我們的頻道 不要有愛吃灰 今天看到蘇豪哥就知道 我們又來到了高雄 為什麼選這個夜市呢? 是因為他週二限定 對!他只有我擺了 他就是因為在開張聖王廟旁邊 所以叫開張聖王廟夜市 這夜市的迷子有沒有這麼長 文聖夜市 文聖夜市 我們現在要去夜市 現在要在夜市的外圍 這裡有一個創意 很油條 油條? 它的油條是放橫的 一般我們都拿著紙的吃 它是橫的 它們每週三都有那種特定版的一個牛條的料理 但今天星期二來了 禮拜二的粉專啊 他們家的粉專 就很多人就預定了 因為他如果沒有先預定 禮拜三就吃不到 那禮拜三的創意是什麼 比如說他會做那個 蒼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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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蠅頭油條 你是不是有興趣了 明天也 卡士達 卡士達 每個禮拜三的創意料理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不是常在心理裡面 那曾經還有過什麼創意的 泰式酸辣 香辣肉末 沙拉寶 這都是禮拜三的 老闆你為了禮拜三 你還要去飲飲一個這個 對 為了禮拜三要花一筆錢 這是給我會員獨享 會員獨享 特色就是我們油條跟麻糬都用鮮奶煮的 你喜歡麻糬 我是用日式麵包下去改良的 所以它的口感是鬆軟的 它不會酥脆的 然後重點是我的油條它不含油 不含油 對 因為一般傳統油條它為了酥脆嘛 它酒炸的它含油量很高 那我這個沒有 它超酷的 我沒有看過這種油條 你有看過嗎 沒有 它是這樣耶 橫的 它等於對折 然後有一種吐司夾心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還很貼心的是你蓋子蓋起來 它有副手套 哇 很好爽 它油條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它最外層的油條 它不算是油條的口感 有點像麵包感 外面酥酥脆的有點像那個軟霸 軟霸 軟霸的那種口感 然後在這樣裡面是軟的麻糬 然後甜度點出來之後 咬到那個燻雞 哇 所以是好吃的嗎 是耶 不會覺得突兀 不會一點的不會 那那個麻糬在裡面會很怪嗎 它麻糬有甜味嗎 有 有一點甜味 有一點奶味跟甜味在嗎 所以很搭 它不是油條 這很像軟霸味 這是什麼 好像麵包喔 它的油條咬下去 完全不油 這是跟一般油條我覺得最大的區別 讓你覺得像麵包的點 它的麻糬其實給的分量滿多的 可是因為它是鮮奶麻糬 所以它不會讓你覺得很難咀嚼 或是要咀嚼很久那種很Q 不會 它就是嫩嫩的夾在油條中間 讓你跟油條就是感覺產生一點點潤滑 然後一點點口感區別 然後它的花生跟芝麻的甜度也不會拉得很高 它的花生上面還有花生顆粒的那種 我個人很喜歡油條加麻糬 只是我鹹的麻糬變得反而是一種 它可以解蜜的感覺 你懂 我們下一家店呢 就在我正後面 鴨肉型 這家店它就在夜市的頭 對 舒豪哥講說它從中午開始賣 人潮就沒有多 對 所以它的鴨肉好吃 超好吃 你都會買回家 我會買它的鴨桑 鴨脖子 鴨脖子 鴨肉 它的麵呢 偏軟 可是我覺得很OK 重點是 因為它是糖薰的鴨肉 它整碗麵 都吸收了那個糖薰的香氣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它很像煙燻過的麵欸 這個這個這個 喔 它是蒜頭辣醬 嗯 然後一點點那個辣的嗆辣感 你麵吃到一半 你淋上這個醬也會很好吃 沒有這個麵它也會笑 這個麵好好吃喔 大口可麵 品嘗 它那個煙燻 它的甜味 哇它拿了煙燻滴下來 那個汁 是不是 它那個煙燻滴下來 那個醬子就哇 哇 真的好像 整個麵吸飽那個煙燻 對 很像整碗麵拿去那個煙燻絲這樣 這個我就不要用筷子了 這煙燻味不是那種非常濃烈的類型 它是那種你在你那個口腔那種 淡牙的感覺 咬下去是非常彈牙嫩口的 而且它的皮非常非常的香 它的煙燻味不是那種濃到讓你覺得很反味的類型 嗯 吃剛剛好 因為它原本說甜吃的 我原本還在想會不會太甜 因為我們都不是試甜的人 嗯 可是我覺得它的甜是淡淡 它本來香比較多 香比較多 香比較多 甜香 但是你來這邊 拜託一下 臉面 乾麵 好好吃喔 這什麼 鴨腳 來 女明星可以鴨腳囉 剛打完玻尿酸的女明星 要來可以鴨腳 它的皮已經變得非常的黏稠 有點像雞腳凍的那種感覺了 只是不是冰的 這個會好吃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邊吃邊吸引著鴨腳 那個鴨骨 這時候真的是需要來一瓶 台灣壁爐 台灣壁爐 你去看我的資訊欄 我把我的信箱還有經紀人電話 留在資訊欄 那你們有廠商要找我 你們就看資訊欄就可以了 好嗎 它一個最新的 就看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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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面量可以超 加120点 它以雞排來說 肉是厚實 你看 它的皮 有煎到 那種 焦香焦香的香味在 肉質我覺得 我覺得是剛剛好 不會說非常嫩 但也不會難咬 我覺得我們今天吃的東西都是 主食 它的麵其實好吃 牛排來說 麵算是好吃的 它的皮好脆喔 比夜市鮮排來說是好吃的 它的皮超級脆 可是因為它是雞胸肉的關係 當然還是會有點 比較沒有那麼多汁 那你是它的麵嗎 它的麵我覺得已經是牛排 它是超好吃的麵喔 它的麵是豬的那種 Q的欸 你好好吃欸 它的麵比它的肉還要精彩欸 這個才120欸 120欸 你扣掉蛋了 有沒有現在蛋就要20塊了 100 GP值來說 牛排CP值真的很好 它的氣胸可以先成這樣 那我相信它雞腿排一定很像 Sorry它雞腿排 瘦丸 瘦丸 太晚了 牛排就在開張聖王廟的正旁邊 吃完牛排之後下一家 說好哥說就在牛排的正對面 陳美容蚵仔煎 我們要去吃你的蚵仔煎囉 美容煎 它的蚵仔煎有一股淡淡的奶油香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算是表現的 蠻不錯的 它的醬汁是我喜歡的醬汁 就是那種傳統紅色的醬 它的煎就煎到有一點點這種 微微的那種 焦香味 然後蛋也濕 然後青菜也脆 可是它也算新鮮 然後煎薄薄的 不會是那種很厚給你非常多麵粉的那種煎 很不錯吃耶它的蚵仔煎 說好哥他在懷疑你 我覺得我小看了 南部驗室CP值的實力 它剛才那個蚵仔很厲害喔 它不是丟在那個尖上面 它是另外一間放在那邊 單面有煎到那種恰恰 對阿姐算是有認真在煎喔 對 蚵仔煎是表現得很不錯 它的薑汁和起來這樣 它有麵糊蛋餅的感覺耶 這個可以耶 很棒啊 蠻優質的 它那個煎的這個外圍有沒有 還會煎到有點恰恰 對 它是恰的 它那個恰不是酥掉的 不是那個麵粉的恰 它是有點蛋然後再混合那個 那個地瓜哏 它會很隨便 哇 這個很棒耶這個 可以啦 這輸台南一點點而已 這個還不錯 這個還不錯 還不錯吃 但我老實說這個醬比台南的好吃 這就是我說的 沒有那麼甜 其實我還給我點了一個 鹹鹹鹹的 我們要喝 蘇豪根有吃過嗎 我有吃過 很有吃喔 這咬下去 軟糯糯 哇 真的好吃耶 是喔 這個好吃 那接下來來到今天的最後一間 你知道遇到蘇豪哥 不得不提的就是 一定飲料 今天愛吃灰一看到蘇豪哥就說 我們今天要喝什麼 蘇豪哥已經變成了飲料的代名詞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夜市裡面 不免水要喝飲料 這家飲料是怎樣 其實它 它的飲料的本體都是冰沙類 所以它就會有蜂蜜冰沙 綠豆冰沙 養樂多冰沙 各種冰沙 牛奶冰沙 哈利茶冰沙 喝得到茶香耶 合理嗎 而且它的甜度大概才三分甜 他剛剛不相信 然後老闆給他裝了一杯 你喝 大姐很棒耶 請我喝一杯 大姐來 你喝 你跟我歐小聲一點 茉莉綠茶耶 茉莉綠茶 好好喝喔 是不是它綠茶很好喝 而且大概三分甜而已 我點了一杯那個 綠茶 的多多冰沙 怎麼樣 它多多是加一瓶多多 兩瓶 兩瓶多多 兩瓶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喝得出來的味道 這個你就會覺得 欸 綠茶 它是不是有茶香 對 你喝有沒有一種 金城武在茶園的感覺 我不是說你是金城武 我的意思是 是啊 姐營業的地點在這邊 有點下面見 你要不要考慮做上面一點 你剛剛覺得綠茶比多多好喝 綠茶比多多好喝 我覺得來就買綠茶冰沙就好 好我們今天呢拍一張聖王廟夜市 就是文聖路的夜市呢 已經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怎麼樣今天你最喜歡哪一家 今天喔 黃絕者 我最喜歡綠茶杯上 加油條一組 油條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油條吃起來超像軟法 讓我有蠻驚艷的 而且又不油 我第一次看有糖的飲料 李懿會推薦你 我冷靜思考之後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鴨肉 你喜歡鴨肉 喔 鴨肉麵 我覺得鴨肉麵很好吃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麵 就是包含著一些煙燻味 所以如果大家來這邊的話 油條跟鴨肉你隨時想吃都可以來 但是剩下的那個夜市的店呢 大概禮拜二才會有 但是這些夜市呢 他們整個高雄會到處跑 搞不好你們會在哪個夜市又遇到糖 好不好 那要推薦給大家囉 這次高雄跟舒豪哥會做兩集 所以明天還是看得到舒豪哥喔 是這樣子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好吃喔 這個麵很優質耶 有點不夠耶 對啊 再一點一碗啊 老闆我要再一碗乾麵 鴨腸乾麵 謝謝 很認真的啊 認真的 乾麵 開心 耶 乾麵 我愛乾麵 我根本多餓 我愛乾麵 我就問 我愛乾麵 我愛乾麵 我愛乾麵